ok 接下来呢 这场是在塔利沙上 因为我用 icelander 然后堆上一个uzuri 然后这里的话呢 因为其实是对我们来讲 本来就非常有利的对局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做太多的调整 就是常见的就是把一些啊 防守牌跟一个 怪放进去 然后你看到我现在背牌里面有些东西不起 因为这个我用错列表 这些是我旧的列表 所以说这个 对局的话是不会有影响 ok 那画面稍微有点难看哦 所以先跟大家道歉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我做 录屏的话就这样子 ok 然后这里一开始的时候 啊为了不让对手有办法换牌哦 所以其实我其实第一回合 我个人不太喜欢 去烧对手 因为你可以看到对手是有ab3的哦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对到这样子的对手哦 那我们的 整个打法策略就会变得比较保守 那第一回合的时候呢 如果是有Industrial Chew 跟Frost Hex那是最好 那如果没有其实有无所谓 这样子 然后对手打的时候呢 这个刀的一定我们是吃的哦 因为 在这个对局里面哦 对手他是没有 所谓的很夸张的爆发的 因为他就是属于干扰性的效果比较多嘛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 呃不管然后就是吃 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场的话我 盖的那张是烧对手脸4点 ok 说这里的话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就很明确啊 就是说要 去想办法跟对手做一个抢血的一个 准备 然后我这里对手打了之后呢 他当然就是 也稍微可能他也在考虑一下是 要怎么要要怎样办啊 因为其实也怕我会烧他 可能还要留 呃 能量就要留energy来做 我要留 要留 resource来做 啊 ab 不过这里OK 他就是直接用这个ecos打过来 人 这里其实我是犯了一个 错误哦 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 因为这我其实不应该顶 那我这里其实是应该啊 就是直接吃 又用链接啊 就直接用链接才对 ok 这会被顶了之后变成我 呃 下一把我的牌其实是蛮被动的哦 对然后这里就是在他除外 我之前先把卡用掉 然后 对就是因为不小心顶一张 所以有点尴尬 就是那个手上的蓝也不够 那这里就决定说 他手上其实剩一张牌嘛 那我这里用的多数 这个三连的伤害是可以过的 因为他手上那张卡 一定会是要去阿神呢 so 这边也如我的想象一样 那就是成功的 呃 换到血 ok 最起码是换到血 这是 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的其实一直都是 我们的血差跟对手不要太大而已 所以这里空 snap ok 直接就是啊 entern arsenal go 啊 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界面什么问题啊 反正就是 有点难看啊 那大家就见谅一下 因为我真的我试个调整 然后 也就真的解决不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啊 那如果有知道什么问题的人 麻烦可以给我讲一下 是因为我知道看的很辛苦 因为我自己玩的时候我也看的很辛苦 ok 然后这里的话呢 当然 coastrap对手是有 arsenal的时候用是最爽的 就是你等于就是逼对手2点 那如果对手不用 我还可以抽一张 然后这里对方用CGU 其实对我来也蛮 也不亏 因为他虽然补了3点 可是因为frost hex的关系 他其实吃一点血哦 所以这里我其实呃 也不亏 然后他这个 7点打过来其实是因为他是没有unhit effect的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去考虑说是要顶还是不要顶哦 因为如果我不顶的话 那我下一个两个回合后 我可以setup一个不错的channelic frigid的灯 然后如果是我顶的话 就我觉得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浪费了 好了 但是我这里呢 最后决定说还是靠顶的 因为其实他本身啊 相对其他的卡组 他其实没有那么怕channelic ok就是 还好而已吧 我觉得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边的话 金刚是以保存那个 血量差距 ok为优先 然后我自己的回合的话呢 我已经想好 就是用coronet pick去啊 逼他消耗掉一张手牌 ok 然后 一样再放那个coastamp 因为对什么 对这个时候用这个效果 最重要原因 是因为对方的spring tunic 若有3的话哦 那你很可能就消耗不到对手牌 就他可以用tunic上面的那个energy counter 来抵消这一个cost ok然后对手刚才也吃过coast 他怕了 好像快快点把那个arsen的东西清出来哦 啊 这里其实是要考虑用跟不用都可以 那我这里最后 我是觉得我还是会用 我选择我的最后选择还是用 是因为 我手上下有三张红了 然后我是想用这样spring tunic的 energy 然后 然后我去给他一个frostpad的同时抽多一张 所以当然我是希望可以抽到一张蓝的 那我下一回合其实做法就会不一样 就完全会不一样 那最坏情况就是我抽到黄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接受 那 当然就是希望是不要抽到红了吗 可是当然就你知道怕怎么来什么 这里当然就拿到 然后一 strike 那我觉得也虽然讲是我不想要红了吧 他已经是 我可以抽到的里面那个唯一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了 若你真的要讲的话 呀 说这里其实我是可以丢丢任何一个2 defender 因为50率他换了之后他其实是不会搭过气的 因为他最大是6 所以说这里的话其实我想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是觉得说 我到最后我是决定说用这个啊 一 strike 定 然后新掉我的 爱这边下去 然后希望可以抽到一张蓝的 ok 那如果这样子还抽不到蓝的 我也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对啊 我这个还是在尝试做调整啊 然后到最后发现到 嗯 真的就是 很不自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调整 调整不了 ok 那如果有知道朋友一样 麻烦你跟我讲一声 然后这里运气不错 然后 呃 拿到frost hex ok 那这里的话呢 因为frost hex 我觉得这个对局 我绝对不会想要放第二张 那你之后 如果你把它塞进arsenal之后 你反而很难清出来哦 所以 我反而宁愿是用 啊 icebin 虽然对手是有3点AB 可是我宁愿让他划他3点在 AB上面 ok 这样我觉得其实是不亏的 然后 因为我是3点换3点嘛 然后 他对手在自己的回合啊 用 然后我是在他的回合用啊 那你就知道 我觉得我 我 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里对手用的是E-strike 然后 他是两张手牌 呃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E-strike 会不会选go again 然后其实这里我是 其实应该要做 我是应该要等 然后当然也是就 play miss 小就不小心去先用掉 然后我不知道对手到底会选哪一个能力 他是选抽卡选go again还是怎样 ok 说到最后也不管 这里就ice fuse 然后直接给对手看 然后直接烧脸 就逼对手 如果对手手上没有蓝的话 他这个时候就是一定会被耗掉牌 ok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对手手上没有蓝 因为他可能就丢两张来ab3 可是 这里可能就运气不是很好啊 对手手上刚好就一张蓝 然后 他就直接ab掉 然后我的那张就 飞掉 我就浪费到3点 然后其实蛮伤的 不过不用紧 呃 这里的话其实就是他打7 我们这里想都不用想直接用连接 因为下个回合我们的wooden boo打过去是8 然后 我们可以直接阿神呢 我们的Ater Hill 就是非常有利的 然后这就你要很明确知道要挡不要挡是什么时候是 你可以很清楚判断知道 讲你下一回合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你就不要挡 ok 然后这个因为他是8点的伤害哦 所以对给对手的那个压力是非常大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虽然有ab 但是因为我们的 stomstrider本身他是 instance speed 所以他是可以在对手回合做斩杀 那你很可能到最后你会被逼层次 你会一直要留一张手牌不能不能用 来预防对手的ab 然后这里对手也很豪迈哦 直接吃7点 直接送鞋就来顶然后吃7点 那我们当然就是阿神呢我们的Ater Hill 然后为我们下个回合做准备 然后这里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微妙的情况哦 因为那手打过来5点然后我们 现在如果直接用Ater Hill的话呢 其实有好有坏哦 就是如果我现在不用 然后我等到下一张他可能他会用一些有 sdade的卡 然后我才用的话那他就逼着一定要还那个 那他不能用他无数率的效果吧对不对 可是就像我讲的一开始讲就有好有坏 因为你到这也有可能一种情况是 你啊 等他 之后才用的话 你可以用frost hex 就他多一点伤害 然后看你是想要的frost hex 给就吃对手的 呃 马那海就resource 还是你是要用这个 啊 frost hex 去 给对手伤害 OK 其实都可以 因为有frost hex 所以其实这边我们是蛮灵活 那我这边选择是 啊 尽可能去阻止他的行动 OK 就你要就多还钱 OK 我不 我不介意你动 可是你要还钱 OK 他对手这里也很豪迈 也就动 OK 就照样然后因为我卡组本身的红卡已经来非常多了 然后我不觉得我下一张会是红卡 所以我这里他打的时候就我想了一下哦 就是说要不要用那个oac 3-spy 可是问题是出在因为这有说我prevent4点 可是我浪费了一点mana 然后我我的oac 3-spy这里我也不会回血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亏的 对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里我应该是没有用oac 3-spy 然后我是吃了之后 然后把那个直接烧脸 3点对 entern的时候 vinding moon直接烧脸3点这样子 然后永远记得就是这这个 islander的卡组 不管你玩的是boolander也好 你玩的是controller 啊 weathervindlander也好 你要的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血 不要差太远 尽可能接近 ok 到最后两个人一起进入各位书是最理想的状况 I mean 正常情况下来讲 你当然偶尔对手卡手 你当然是可以做的到很夸张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情况是做不到的 ok 然后这里的话呢 对手pass灯过来 然后coronet pick这个时候 当然就是非常的好用 对对手的丢内又在2 然后这时候对手是最烦的 因为他必须要丢一张手牌 所以他下个回合就是没有办法 是一个food 灯 ok so 啊 对手这里想了一段时间了 我记得 啊 可是这我的立场的话就是很简单 就是这边我我可以直接先用coronet pick 然后直接盖我的scoding 然后留住我的ocic respite ok 这个我完全不不亏不怕 原因是因为我有丢命 so啊 respite也是一张非常强的牌在这里 啊 其实收在手上我觉得完全是ok的 那这回合因为没有玩过non-attack action spell 然后说这里我是没有办法用winning moon的 ok so啊 这不是一个play miss 单纯只是我是没有办法用winning moon的 ok 啊这里的话因为我可以烧4点 然后这我就打5 然后我可以顶然后恢复一点 所以其实啊 有几个选择 然后到最后我这里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应该是用brothers啊brothers in arm 因为那个scoding本上是用2点吗呢 所以说我不想用我的ocic respite的话呢 那其实这里我觉得直接用brothers in arm 是最理想的 ok 然后这里肯定是pitch掉i saturnal 因为虽然说这个combo跟ifrostex看起来很帅 可是啊 对5栗不会是你想要用的 可能是对bravo对riptide这种就是 很夸张的defensive的deck 然后就会你会想要用这个combo ok ok这里pitchi saturnal 然后scoding已经等着了ok 因为他没有on-heat effect 这个吃一点就吃无所谓的 因为之后大把东西可以回血 然后这里他用这个 呃 shake down的话呢 因为他的这个shake down是没有用到attack reaction啊 它是没有效果的现在 所以就只是单纯6点白板啊 说这里我我记得我是有稍微读了效果之后 我稍微想一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我就最后觉得说 其实可以吃这个无所谓 啊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想一下其实coronepic 这样看其实也应该没有什么用了 也是时候差不多要让他去 要让他出去啊 然后用oracy spy这里的话 其实很很很很很不错 因为我我我可以回一点 对对这里我可以我可以回一点然后 就少吃 是呃等于少5点伤害吗 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把tuning用掉 然后scoding对手脸上4点 对手是没有mana的 这时候是4点是必吃 ok 说这样我们其实是甚至有血量流逝 但是我还在打5足力的话在这种这种情况 其实5足力是真的很很很 很惨很惨很惨啊 说打过的人都懂 我说这里的话呃全的来飞机 当然就是呃阿斯呢 那如果真的要讲一个比较遗憾的东西是 你你希望你用全的来飞机的那个tuning 的tuning是up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比较方便 呀然后对手其实这里我就用了那个 channelic 之后对手是会玩的 他马上就先啊 unload 掉他的tuning ok 然后他的 小怪ok就过来 然后这里因为其实只能顶一张哦 因为这张小怪本身的是效果自带dominit哦 那因为我现在很尴尬 是我上一回合我用coronet pick 顶了之后呢 我这里如果说我再去顶的话 我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做 可以把我的那个 channelic 留下来的哦 所以我我对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想过很白色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用coast ok然后 在围宁门他 ok 抽一张然后我还没有抽就用图 然后再围宁门他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确保我的 围宁门是我的channelic是活主 可是话想想我觉得 其实好像channelic对他也没什么狗用嘞 好好像也没什么鸟用嘞 所以我想想一下就决定说 呃这里还是其实直接去会比较好 对所以我到最后这里我 呃没有我没有管他这个招吃 然后 对手因为有用那个attack reaction所以他会丢掉我手上一张牌 是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因为他是选蓝色嘛一定有你打i-stander你一定选蓝色蓝色最多嘛 那所以他没有丢掉1strike我觉得就是对他来讲可能有点尴尬因为 我1strike这边的话其实就 很好的运转下来了 我接下来就会很好的运转下去 对这边呃我有在想要不要丢掉1strike然后 围宁门他然后我就可以盖co snap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我的channelic就一定没有 ok把怎样其实都没有没有差 然后后来我想回去就是说因为我如果是 呃 盖co snap的话其实我只给他3点 可是如果我用1strike打他其实打5点那坏处是我阿生的的卡是暗门的就是我不知道的 ok所以说这两点值不值得我去冒这个险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是在这样想 然后后来呃这里其实证明是对的因为其实我耗掉对手一张手牌的同时 ok然后我们抽到卡其实只要是蓝色讲难听点只要是蓝色不管是哪一张其实我都还ok 然后这边对手当然就是用 common conquer然后这里其实我有做一点点搞笑的事情了因为 呃这里用breadfish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 你就算是把对手的卡真的是放回top deck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呃顶或者不顶都很怪 ok just example就是说最坏最坏的情况可能到最后会是 呃我把手牌用完了可以去顶这个然后 oic respite asenal anton这样子说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不如我直接把那个 brain freeze用掉感言 然后我可以多一个information的他手牌是什么ok 你matter 啦 so 我只知道哎呀他手上是那个deftage我没听说的话 是deftage然后 在如果是deftage的话我应该要怎样去 操作ok你可以去 有一个 想法这样子然后这里的话呃我当然就是 entern了就用bo 打回去哦因为我我其实我人生中做过一个白色事情就是我忘记到用 fender fighting spirit去顶然后我是用bool去顶然后到最后我少我少gain一滴血因为 finding spirit啊我少一个伤害因为我fighting spirit顶其实会gain1可是我不顶我我攻击力不会加1 对所以其实这个数据其实也蛮critical的对也蛮重要 oops 这个画面要切掉一下这个画面 我只要稍微记录一下那个link然后想看有没有办法之后可以找回我的 replay 啊因为 毕竟这样子入冰的话是因为玩的时间会很久 所以如果是可以把那个就是整个的流程他用 他自己的软件记录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but anyway 啊这里的话就是pass priority对面一样用他的 stealth的那个creature 打过来然后 这里的话我是 选择用个2去顶哦 然后当然我后面盖着的是oic respite吗那对手 他打过来的时候然后我我他换成deftage 因为我知道他手上有deftage所以就是 啊 spring tunic然后 oic 然后我虽然不会gain1啊那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事情吧 其实啊我如果要go all in 给对手 也可以的原本 ok吧这里呢其实就是要讲就是你对到ab很高的对手的时候你爱 真的一定要记得把用怪把你的对手的血尽可能降低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平衡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现在这样子打 ok 我我不只是降低他的 血我还降低他的手牌 因为就是如果你你你顶6你吃鱼你降低血 你同时手上少两张你下个回合要打的时候 我的stonefrager更容易斩 好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要记得 对然后 这里的话其实因为有aiderhue 做暴底 所以我这边呃7点打过去 他至少要顶4 因为如果他他顶 呃少过4的话那下一回合我单单 aiderhue加微nimon其实就是就是斩杀先 所以对手这里至少聊两张牌 他至少要顶6 就是说我们至少少他至少少两两手牌 然后下个回合他打的时候 他无数力用效果我们其实也可以连锁我们的stonefrager 所以说我这样 aiderhue盖上场之后我只要抽到一张可以留3dmg以上的 呃 卡那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就是赢了的 啊这个这个match up其实是真的对 islander非常非常的有利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 一直在搞那个界面的东西说其实我玩了很多我很多的play mix ok说对方这边啊顶5然后 我的aiderhue加微nimon虽然是5哦但你需要注意两个东西哦第1个是 呃 一定要等对方的手牌空才去做动作为什么 就是直接微nimon然后我手上的aiderhue 然后就直接进斩杀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生的的卡是 呃 呃那个我进去spy的话你如果他有mana了那我们可能就斩不了 ok 这个算是一个 小知识点啊就是如果你是 呃 领先的你就要知道你是怎样的情况你可能会输 ok那这边当然对手也是非常有经验他看到他马上是投降了ok 那今天的对局就到这里 有机会下次再见 跟沈方盾 可怜